大家好,我是队长VL 身处在古洞街市,今天玩什么呢? 话说今早上去帮渣打马拉虫 跑友拍照 我忘记报名,所以不能落场参与 在过程中,大家跑得很开心 我的脚非常之痒 是痒得很紧要的那一只 回家放了一部相机之后 跟金兰出来跑步 跑步也有点趣味性 一条我很想去跑步的路线 想看那里跑不跑得通 那里是哪里呢? 就是这个米布 我们本来打个车就OK的 巴士就直接去到米布的门口下车 再走两三个字 但是我们要跑步 所以就来个古洞街市 76号K早点下车 吃个T 买个喜欢吃的中式饼吃之后 然后再在这儿出发 经人说的,要衣饱肚子才出发 全程跑多少呢?十几K左右 天开始蓝 今早早天阴阴 虽然天阴,但应该跑驾马的朋友都会辛苦些 有点湿烈 现在太阳大,如果现在跑驾马就更大 上来的士多就是买顶吃的士多 不是广告,真心是买顶吃的士多 但我们先吃点东西 转右手边 好了,在古洞街市吃完东西 买了一些衣服的补给品之后 我们沿着巴士站这个方向出发 两点半左右 简单来描述,我们就早要下车 大概是4公里左右的距离 过程没什么好描述 我们先跑一步 直到米步 好了,经过麒麟村 跑一下来到这个古洞道的末段 明明上车后转右才回到青山公路 已经没有了 怎么样,好像没什么力量 上车 都经常跟你说的 若要跑得好,要跑得多些斜路嘛 眼里不听人说的 大家会不会好像惊人那样 跑到斜路 跑到大概2-30米左右 就已经... 如果是这样的,你要粗多一点 它已经回堂了 我想现在跑不到那个全马 半马都汪汪水了 好了,见到这个青山公路的牌 就开始微微落斜了 开始舒服一点了 不要转了,直去哦 我们不能去新田军营 直落 喂喂喂 我们不如上文堅长公园看看 本身直落的 不过这里有个文堅长公园 我想上去看看 反正不会特意来 经过上去看看,看看有没有去看 上去 上去,上去 GoGoGo 你先上去 你先上去 给个背叉来拍一下也行 不是很高的 民天祥是什么人,你知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不过很熟的名字 应该不是很高的,上去看看 三几百级游车级 上到来了,民天祥像 在家里看看 咦,喂,不见了 不知道他闪了去哪 这个是民族英雄人 民天祥有小小熟 刚才算了,快要Google搜索了 来到指示牌 告诉我,民天祥先生在做什么 这个位置挺有型的 石手库请在这里 拍照先帮他 你终于上到来了 文先生拍完照之后 想知道究竟是什么 这裏有一篇千字文 你是否想阅读给大家听 成商,信国,公民天祥 宋代人 你刚才看到那个宋字 不过,宋先生也是很短时间 逗留在人世里面 好像一二三几年 到一二八几年 说重点 说重点 宋藏原载上 与宋藏 宋存亡 不难一死步 不难一死步 对,随便读一段 说重点 总之就是为国卷区 是偉人来的 OK 经过这边就上来打卡 不要整天找风景位打卡 这些偉人都要打卡 这个是文先生先生的背部位置 看回到对面的深圳 过往未有深圳之时 这里看出去都应该是不一样 你然而问得什么 好奇啊 好奇啊 刚刚我看着这篇文章 又见到一些真词 为什么那些人读这些文章呢 中年运会 苦笑龙琴 读得这么慢 因为一路读的时候 一路是烧霸着字 想着怎么读 所以就慢慢等出来 但等得来是等得很入气勢 OK 我们示范给大家看 免得大家笑 OK 离开这个位置 走啊 我们继续跑我们的步 我们要回转 因为我们不记得 田园先生拍照 这个懒鬼说不信 回转 但我为什么要坚持回转 我想这些位置 就是 一世人都应该只来一次 无端点 不会再来第二次 来个参观就OK 所以打应卡做个纪念 下来马路边 我们沿着田面的青山公路 甄田段 不是甄田段 是新田段 OK 转左手边 还个油站 有得补给 跑步驾 有得补给 好了 如果你不是跑步驾 但又想来这个文天祥公平的话 可以达76号 可以的巴士 在这个新田站下车 下车后面就是 看见这个公仔 新田购物城 莫非在这里 有没有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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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进去看看 不如 当我兴致勃勃勃 想进去看看 这个人又说 蛤 很多大火车出入 一盆烂水淋下来 OK 不要紧 你进去拍 他也要进去拍 算了 我已经放弃了 这个公仔你不像吗 OK 之前说得很流行 拍新田购物区 挺好的构思 对不对 但是不知道去哪里 我也想找一下 不过算了 被你赴拭了我 算了 继续跑吧 好了 这个位置 看到淡江州 又是白鹤州 有个米布自然保护区 我们又转了 好 来到这个位置 淡江州 刚才我们跑步 如果你不是跑步 纯粹想来米布走一下 就想你不要搞那么多 那么复杂的东西 前一点 就是76号K的米布站 也有小巴经过 红色小巴 在这里穿磋 这么久来回回 即是原浪 那程车前 应该跑进来 应该上水直接跑进来 他的意思 总之 这就是上水和元朗之间的位置 新田过了一点 购物区就找不到 大概在我们右边 我们沿着这些地 就进去米布自然保护区 希望可以打多个回合 来到这里 待会就搭巴士走 刚才来到这里 跑了4K 转一点 这里进去 可能都可以 有6K 一路走进来的时间 我就跟金利人聊一下 大家都有个概念 米布 米布 应该没错 当年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大家的印象都是 在香港最山卡拉的地方 他突然间这么近 车就到了 现在的山卡拉 已经不是山卡拉 然后他问我 为什么人家来到这里 要带牆劫 很多石鸟 好过暗 看到吗 那边 很多石鸟 看看 这些应该是私人的东西 有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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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水鹅 有鹰 有鹰 是不是卖的呢 里面有鹰 里面有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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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私人的 這個水車動不動到呢 動到的喔 但水流動得動到 真的動到喔 來這個這麼有趣的地方 繼續慢慢跑去 剛才有人說 麗米步不是應該用長鏡來打著嗎 打著我今次打了 今次我去了拍渣馬 很久沒試過 一個早上三四個小時 拍了六千多張照片 當然啦很多未必可以 但按過Shot 按了六千幾下 接近七千 很久沒試過 超爽 希望有份落場的朋友 我射中你 下雨的位置停一停 看回到右手面 那個牌子 是不是算屋呢 又不是屋 像是半開合的貨櫃 有沒有人知道是什麼 拍給大家看看 你看看 入到一段平平無奇的車路 驚靈已經說 很舒服很美 舒服是在於風 因為現在天陰 拍出來 這邊又黑雲 算什麼就這邊 這邊的天氣很藍 那邊雞公嶺 那邊都是藍的 他說這條路 很有去台灣的感覺 都是的 我記得某年 現在說了十年 我們一群朋友 去台灣 踩花冬 踩車 其中住一間民宿 就是好像有些小路 有十幾二十個單車 一起進去 跟著兩邊的景色 有一點點類似 非常之充滿田園感覺 很舒服 很舒服 尤其是風 很舒服 不是最喜歡好像 一模無際的平地 那又沒有一模無際 一路走 看回右邊 全部都是高樓大廈 感覺就好像 中樓區 都是很高的大廈 整個感覺很 很遺和 遺憾想當年 沒有這些高樓大廈 沒來過米埔 如果不是 這裡的景色 真的應該是 非常有田園感覺的 空間 剛才很自欺欺人 可以叫我們 看這邊 就不要看這邊 這邊就看不到 或者P了圖 差不多跑到 八學洲行動機 即是米埔的 閘口位置 上台 原來還有人住 這叫八學洲 有幾間年齡屋 在這裡 我們在開時間 跑快兩步 雖然我們跑步 也要觀光 但是不會逗留太久 好 看到一個 不知道什麼花園的牌 再跑幾步 就看到紅貓 WF的表誌 這裡 行動機還是雜舖 好 好 這裡的墨景圖 雕堡 應該這個位置 上少許斜路 這座就是 上網看彈卡 這座的墨景圖 雕堡 還有運作當中 現在叫做 百學洲景光 當然不能進去 純粹上去打卡 又浮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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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身 其他那裏 新井 一座的墨景圖雕堡 這一座應該是最容易去的 但是也是最少人品提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不能進去 運作當中的景光 所以沒什麼特別 就少人品提 我們走過去看看 米埔及內後海灣 拉姆薩爾濕地 深綠色紅樹林 淺綠色基圍 即是河潭的位置 黃色保護區 現在想看黃色的地方 跨不跨倒 粉紅色十字浮橋 這些浮橋 你講這裏 是呀 那時候去這裏 是呀 我又想跑這條圈 這條圈是六點多公里 紅色給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屯藝物種動物 地區 如果我們不給 你就不用買了 不是地區是那些動物 給? 就算吧 經理人想叫我 讀法醫 那個拉姆什麼 濕地的時間 其實想問一問那個職員 剛才那個黃色的圈 需要讓他們進場 但是前面人聊了很久 我不要理他了 我自己去供一下 看看這個圈 能不能跑到 前面有公廁 有個郊遊徑的箭嘴牌 應該還可以進一段 這條死穴池 進入許可證人士 必須到辦事處登記 很漂亮 就是剛才那些機位 大滑出來 那邊又有路 這邊不行 走遲少去看看 公廁的右手邊是這樣的 有個直升機坪 然後邊境未得許可證 不得善盡 來到這個位置 邊境 通關了 不過這裏 不過這裏不會過得這樣 OK 法學州檢查站 我還沒放棄著 由先驚人來的位置 OK 回頭了 直去應該是可以走的 不過就可能要申請 剛才那裏問不到 我現在走前一點 問一問 究竟是不是要申請 還不定 我只是做小手 或者給少少錢的過度 去到你剛才那道木橋的位置 6K而已 再入屋 住人的地方有車走的 總是越走越遠 我已經進入了我想跑這個圈 6K的圈的位置 剛才問了村民 我問這裏可不可以走的 那他說 你便走 那些人都是這樣走的 那我就相信他 走進來這裏 打一個圈 為什麼不跑 前面那隻狗 我怕他一跑的時候 他會凶我 再問他 他有線的 那隻狗OK的 不用怕 當我走前多些少的時間 看到村民 我問一問是否可以走得到 他說再走前少少 十步八步 有個牌已經寫著 限制區了 不准進入 要批文 OK 那這裏回頭 我猜不到人是怕狗 狗這麼友善 在這裏睡他們 是肺咬尾 想不到你都會害怕 你養狗之人 不是 他是有些聲音 但這個位置 看出去 魚頭很漂亮 魚鏡頭大加 最不好吃 是黑暈的意思 出來這個位置 出來這個位置 外面有些稻田 有什麼好東西 很漂亮 這棵樹很夠棒 又踩到尾巴 又踩到尾巴 剛才比剛才更開陽 看回整個雞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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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向疑護處申請 但我直接問他 通常要什麼情況下才批 他就大概說 除非你 有些官僚會 或者有些原因才進去 我相信我 無緣無故要進去飽一下 拍照 拍照片 我想應該未必可以 而第二個做法 就是參加 WWF的導賞團 他說 剛才最低消費 好像是200元 之後他就說 有很多選擇 你可以上網看 例如星期六日 可能有一些 ショートルバス 即是車到某點 停一停下降 等等 他說 有400多 500元 都會有的 有很多不同的組合 但我先聽他說 最便宜的價錢 都是200元 這個圈都相當之有難度 是有難度的路線 我決定放棄了 也不是說 你現在想進去就能進去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剛剛這段路 也不錯 難得 經理人說 有這個叫做 去台灣旅行的感覺 通了關 但還未去到台灣 暫時來著米布 這條路 先走一下 OK 好了 進不去繞這個六公里的圈 看到魚塘景色 都補給大家 來看一下 這裡也不錯 甚至有些開車人 進來也走一下 都不錯 都不錯 出回去的時間 看到這麼漂亮的河塘景色 如果我不出聲的話 這裡穿的聲音 是非常之興趣 給我鏡頭大家 好 回家拍照打卡 我發現有羊背 左邊 很多羊背 就是這個設施網裡面 好了 趁著這條路 還有靜靜的時間 來總結 嚴格來說 我們今天是沒有去到米布 自然教育保護區 OK 是不是教育呢 總之是保護區 OK 要錢進去的 保護區是要錢的 我想這樣 避護處申請都未必批理的 但是這段路都OK的 我們剛才沿著古洞街市 跑過來 都應該粗略計 去到巴士站 乘車後 6公里左右 輕鬆的跑步路線 如果真的想進去看一下 那 給一些錢 WWF 當作支持一下他們 出發之後 我們就會在米布站 76K巴士 乘車到元朗那邊走 上水近 我乘上水走 無論如何 元朗上水兩邊都OK的 輕鬆簡單 有什麼東西吃 輕鬆簡單 跑步的路線 就算不是跑步 我想剛才很多人都專門進來走 走 我想不會每個人給兩塊水 都是走這段路 都很舒服的 一條簡單的交遊路線 走一下 逛一下之後 如果說吃東西 應該到元朗那邊 開心一點 三兩之幾 走完去去元朗吃東西 難又拍下二又拍下 這條絕對是容易的路線 就算前面跑步的 那杯茶 不是你的那杯茶也好 從中段開始看東西都OK 如果這樣也說難 就真的幫不了大家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短片 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頻道 以及分享人生交遊的朋友 你們的訂閱支持是很重要的 OK 今天分享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會喜歡 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